作为一个旅友 我在户外骑行的时候 总是喜欢有音乐伴我飞翔 当今市场上的自行车音箱 我曾买过很多款 一个喇叭的 两个喇叭的 可是在户外空旷的环境中 就显得很是失望 不是声音小不够震撼 就是电池的容量小 续航时间短 终于我找到了 我们的这款宝露捷HS601 自行车专用音箱 才发现它就是我想要的 它才是真正为我们旅友 量身定做的实用产品 首先是它的声音足够大 双声道 立体声 10瓦的喇叭就是不一样 户外骑行20米外都听得到 真的很拉风 最重要的是开最大声音 也不过音哦 然后就是我们的宝露捷HS601 电池续航时间足够长 它采用的是 5200毫安的电池 真给力 户外骑行最大声放音 10个小时还用不完 其次使它具备独特的 双电子喇叭功能 更是实用 骑行途中不用开机 只要短按喇叭按键 两下 这样的电子喇叭声足够红亮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 宝露捷HS601的蓝牙功能 用它可以在骑行的时候 听手机的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了电话不用再停下来拿手机 直接在音响上就可以接听 通话的声音非常清晰哦 另外我们的保路杰HS601 还设计了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骑行路上手机没电了 可以用它自带的移动电源为手机充电 它可以让我们有效的减轻资重 更好的轻装上阵 另外它还集成收音机功能 以及音频输入功能 在家时候听收音机 连接电脑用作电脑音箱 非常实用 播放音乐 收音机 我需要告诉大家 这款保路杰HS601的与众不同的点 是它自带一个强光手电 夜间骑行的时候用音响可以照明 这个可是最实用的功能哦 另外它的智能语音系统更是操作方便 任何工作状态下甚至收音机频率都有提示音 它还具备电量过低提示充电的提示音 可谓真正做到设计人性化 我们的HS601在使用的时候采用标配的音响包 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山地车的任何部位 车辆和车把都是理想的选择 配的强光灯头可以同时安装在车把上 很是方便 当然我最喜欢安装在车把上 因为在这个位置啊 震撼的音响效果表现的淋漓静致 风化效果也是最好的 一 短按一下太阳键给手机充电 二 连接上灯头 长按一下太阳键启动照明 短按一下转换档位 三 短按两下喇叭按键启动电子喇叭 再次短按关闭 四 长按喇叭按键 开机播放音乐 五 长按电话按键 转换到收音机 一 百 零 五 点 一 呃 专攻的美国 现在纳米微分次医学制度秘方 进行了科学的 短按一下V加 转换一下电台 一 长按电话按键 转换到蓝牙模式 等待连接 蓝牙连接成功 七 连续短按两下电话按键 机器会发出语音提示 短按一下电话按键 即可关闭 专业的产品 自然需要配备奢华的包装 保禄杰HS601 在这上边毫不吝啬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沉甸甸的整套包装 我们取下包装的封套 看到的是洁白的内包装 打开盒子 展现在眼前的是我们的音响主机 和产品附属的配件 取出主机 我们可以看到航空铝外壳 加上金工雕刻的花纹 彰显出产品档次 我们再看一下配件 迷彩款式的音响包一个 标配的专业强光灯头一个 用于安装灯头到山地车把的 专用夹子一个 充电和下载音乐用的数据线一条 连接电脑到音箱的音频线一条 专业的FM收音机天线一枚 说明书一个 保禄杰出厂合格正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